每年我染色生产的丝袜至少有几千万双 我是一无第一批做丝袜的人 说到丝袜大家最先想到的是情绪不正经 丝袜其实是女人的第二层皮肤 它会让人更自信更庄重 而这层皮肤的灵魂就一个字 说起丝袜你会想起什么 我国每年的丝袜产量超过30亿双 女孩子们有多爱丝袜 夏季穿薄丝 就算熟久寒天里 也不会拒绝丝袜的诱惑 义乌及其周边地区是全国最大的丝袜生产基地 然后我今天要去找位师傅 他说自己做丝袜很在行 甚至说自己是最懂女生大腿肤色的男人 我不信他比女孩子还懂 走我们去看看 欢迎你 这就是殷师傅 外表腼腆 却掌握了一项性感的手艺活 丝袜调色 我从事丝袜调色已经有20多年 丝袜我们一刚开始做出来 是没有颜色的 是白皮 肤色也需要染 对 肤色都需要染色的 通过染料 以及特殊的化学助剂 再通过升温到100度 使这个颜色完全地附阻在这个纤维里面 那丝袜有什么特殊的颜色和款式吗 像是这些亮黄跟这个粉色的 还有灰色的 这些条纹状的丝袜 其实在中亚 土耳其类 这些国家比较喜欢 因为这些颜色比较 黑暗 还有像这些 牛边的 提花的 鱼网状的 对对对对 所以欧美国家我们比较喜欢 其实这一款就是我们东航空姐今年 其实定制的一款 我们看到它外层是丝袜 其实我们还增加了一层 千万两个加厚的 东航就喜欢这种浅发费的颜色 像南航 国外航 他们喜欢一些 褐色的 黑色的 灰色的产品 这个是它 现在当作有一个 镂空的设计 这个如果在欧美国家 一百八一百九十斤 这个都使用到里面 其实情趣是说 但我们东航的 销售比例在十分之一吧 还是蛮不错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丝袜的颜色 大概就是粉色了 记得有一年春晚 这个王妃当时就穿了一条粉色的丝 是我新动款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看到美女穿着丝袜的腿 其实不是看她的腿 就是对这个丝袜这种颜色穿着搭配更有兴趣 我依然就能把这条丝袜的颜色有把握地做出来 看一眼女生的腿就能调出丝袜的颜色 就是真的吗 我在现场随意挑了一双红色丝袜 看看师傅能不能调出相同的颜色 丝袜调色染料是由红黄蓝三原色调制出的染剂构成 调色环节简单的来说 就是调色师根据经验选择适合的染料 然后将染料在白色的袜披上试样 反复调整 最终得出最精确的染色配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上色 我拿到了我心目中的丝袜 那这么多年最让你崩溃的事情是什么 染出来出了问题 找不到原因 睡不好觉 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买家秀里面去看看 也有一些顾客说到我们这个颜色染得不太好 评价说像穿起来像甲枝啊 就像自己的小孩 考试没考好样的 也有很多顾客称赞我们的颜色 穿着很美 其实淘宝买家秀就是我们调色室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吧 小样的调色环节后 大批量的丝袜会在水温100度的染缸里 根据殷师傅的调色配方 进行三个小时左右的调染上色 我们的车间大概有十台染缸 我们每天的产量最少也有几十万条 完了时候大概有上百万条袜子可以生产 我在这个车间的身份是染定车间的主管 我的年薪大概是三十万左右吧 刚开始做这一行吧 有很多费意 一想到丝袜都觉得是女人用品 好像是黄色的东西 时间长了已经没什么了 我爱人其实是我的同行 他比我小11岁 一是理解我这份工作 二是我的薪资还可以吧 我每天回到家一会儿 我聊的时候就唱战车 拍拍抖音 戴上帽子保持帮着更潮影 戴上眼睛 更吸引人的眼睛 还可以呢 我爱你 我爱你 大概有1360个粉丝 大部分嘛 就是女粉丝 那女粉丝有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遇到像哥哥这样的 在女人准生活一倍的下去 然后呢 会继续吗 会 因为我一定有家人 不可能去骗你 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很普通 也没什么感觉的很不一样 有好的产品或者说好的颜色 会带给我老婆穿 男生来穿丝袜倒是有点感觉的不正经 如果是你说做这份工作不正经 那倒是没有 是老婆 不要 150280 干杯 谢谢大家 其实还是心里面很感激有这份工作 带来了家庭啊 也买房买车了 由于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吧 还有淘宝买家 对我们这个丝袜产品款式颜色 更多的需求 这也是我们这个职业 能够更好地发展下去的原因吧 Hello 还是我 看完这个选题呢 师傅也给我推荐了几款 他觉得比较适合我的风格的丝袜 然后我也带回来了 就是为了年底的KPI 我准备在片尾加一个彩蛋环节 就试穿一下这些丝袜 这里就不要拍了吧